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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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很開心 今天跟你一起來學習這個單元 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的是 函數的四大天王 想當然會有四個 最重要最重要的函數 所以我才把它叫做四大天王 對不對 那麼我們學習目標 當然就是專門介紹 高中會用到的四種函數 你會覺得說 老師那到底是哪四種 你會很想問對不對 我賣個梗喔 同學一起期待今天的課程吧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開始看 天王一號囉 天王一號的函數是什麼呢 好來現在老師公佈了 天王一號的函數就是 多項四函數 欸什麼是多項四函數 長得像這個樣子就是多項四函數 就是說 fx等於an這個是係數 x的n次方加 a的n-1 x的n-1次方 這個都an啊 an-1一直到a1跟a0 這個a0是常數 這些都是係數喔 那這個aks有些規定 他aks不能在根號裡面 不能在絕對值裡面 不能在分母 也不能在次方 那這樣子就叫做多項四函數 那麼老師現在開始用 g-argebra展示給同學看喔 好的同學我們飛快的進入了 g-argebra這個軟體喔 哇好讚喔 其實老師都已經稍微偷偷設好了啦 我們來看一次的多項四函數長什麼樣子吧 好勾出來 這就是一次的多項四函數 喔原來一次多項四函數就是一個直線啦 好我現在來改變喔 這個fs等於什麼 as加b嘛對不對 我來改變這個a 喔a 等於說你看喔 這個a其實決定 決定了 血率囉 對不對 那這個b呢 喔 決定這個高低嘛 位置對不對 好這個是一次函數囉 好我們再來看二次函數囉 好二次函數長這個樣子 喔原來二次函數就是 拋物線喔 fs等於as平方加bs加c 這個a決定開口的上或下喔 喔 a如果是正的 那麼開口上 a如果是負的 那麼就開口下喔 至於b跟c各決定什麼呢 好你看同學 老師拉這個b跟c就可以去發現 決定什麼 喔 x擷具跟y的擷具囉 好這個就是二次函數喔 好二次多項四函數 好再來 這個是不是都很常見呢 好再來 看三次的多項四函數 欸長這個樣子 你看 一個凸 兩個凸 喔它折兩折 喔那你看喔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找到一個小小規則 可是也不全啦也有例外啦齁 好這個一次是直線對不對 二次是拋物線 那三次呢 就會不是 它就長這個樣子了對不對 好那你看喔 好那老師給它顯現出來 喔 這個a 好決定你看 a有沒有 A如果是正的它會越來越大 A如果是負的呢 A如果負的它掉下來會越來 當a是變大的時候它會越來越小 喔 那b跟c呢 這個我們都可以討論 這個在之後的 呃 很多很多章節 函數章節裡面 老師 老師群 都會幫同學討論多項四函數囉 以上就是 天王一號多項四函數 介紹到這裡 好同學我們看完了天王一號函數以後 再來看天王二號 天王二號高中會用到的是什麼呢 好現在要公佈答案了 天王二號是指數函數 長的這個樣子喔 fs等於as的這個次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指數函數 當a怎麼樣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這個增長的取率會越來越 越快越來越快喔 好以下呢 老師用g algebra幫同學示範一下囉 好的同學我們 飛快的進入這個g algebra軟體裡面囉 我們這次要來看的是指數 天王二號指數函數的圖形囉 我們來討論一下囉 你看fs現在是es 當然就是一個平 但這個我們不宜討論 然後當這個a越來越大呢 喔你看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增長的越來越快 增長的越來越快 對不對 當s增一點它增長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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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對不對 好你看這樣非常非常快對不對 那一直一直這樣 可是我很好奇喔 這是a是正的時候 對不對 a是正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欸 那如果a是這個負的時候 長什麼樣子呢 好 a是負的時候 來你看喔 我往這邊 喔原來a負的時候就是 從左上 往右下來地減 喔 我知道了 而且呢你看 負的負的 有沒有越來越大 地減越來越多 對不對 那a呢 如果是正的 就是從 左下 往正 右上去跑喔 好那這個就是指數 函數 天王二號囉